HELLO 大家好,我是白丁 今天这次白丽精M800能看得到一开始的盒子非常的大 然后呢,这个反正就是我个人认为也是过度的包装 那我们先打开一下,基本上比不在里面,比在另外一边 主要是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包装 那这个盒子就是这样子拿出来 好,盒子就这样放一边去 然后呢,盒子就这样子 里面的这个这里,外面的外盒吧,这个叫内盒吧 呃,它就能像苹果这样子直接 就是我人这样子就这里这样,往上一放 它就会慢慢往下的滑的 那跟上文塔那个盒子不是一样 那里面什么都没有,今天有点小,看不完 再下来的话,有一个地方跟M800的盒子不太一样 是在于说这个硬牌吧,这个应该是塑料了吧 这个是,然后就一个套 这个是我平常放别的时候都会放一个干燥机 然后,这里都没什么差别 主要是这个,它是这里直接一套 直接这么一套 然后,这个应该不知道好像不太能拿 这个,啊,对,这样吧 啊,它反正就是一套 然后就搞定了 它,呃,M205的话 就是这里它是有两套丝带 然后这里你要自己去产 差别在这里,就这个套子 好,呃,大小不一样 好,再下来就是一个的白玉金的一个,呃,什么说明书吧 然后,如果是专柜的话,这里会开上那个专柜,呃,专柜带 再下来的话就是,好,这个先放一遍 这里的话应该就是,呃,对,这里也能拿下 这,专柜带本来就放在这里下面 就是这些说明书什么的 还有一本就是白玉金的这个,我看一下 哦,那个logo,还有就是,啊,好,反正就是欧洲东西嘛 这些东西做的非常到尾了 然后这个是它的金雕,然后不同的品牌等等的 这些东西啊 好,大概就是这样子了,所有的币啊 反正你买完这一支白玉金M800的话就是 差不多就是,总共就是有这些东西了 我买的时候好像是,呃,比我先拿算 这样子,我买的时候大概是那个两千,呃, 好,人民币,人民币,好像是两千六还是多少的 大概是这个价格,反正去不了三千啊 好,一开始,那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笔的大小 那其实,这一次为什么是做八百,然后其他不做 那这个是二百,这个是八百,那首先要讲的 其实,如果真的对白玉金感兴趣的,只要买两百和八百就可以了 两百的,呃,怎么讲呢,它是一个干尖嘛,对吧 然后,嗯,干尖也很好用 主要是它本身干尖,就是我用的就是它的干尖 然后再下来的话就是,呃,一个手感的问题 那这个我拿起来是非常轻的,这个拿起来非常扎实,有分量感 而且八百主要是怎么样,我手一拿,刚刚好 所以说六百是不用试,一千也不用试 一千有别的原因,等会你们看到就再跟你们讲 那八百的话,你看我手一拿,完全刚刚好 你如果我是拿那个二百的话,你看,我这几个地方基本上就连得很紧了 但是八百的话会松一点,那八百拿起来就你看有点松松的 那其实刚刚好,六百的话在两个中间,其实估计我拿也是会捏 那刚好这边架的也是差不多,能看到吧 这里,这里就是鼻位的部分 你看两百的话,两百其实架的话也能架得到 其实比的长度来讲的话,还是可以的,OK的 比的长度其实差不了多少,你们现在能看到 主要是在笔帽上面,你看笔帽这边差了一大截,我放好看一样 哦,不好意思,这一只已经上过膜了,所以弄到手 你看主要是笔帽差别,其实笔,笔身的长度其实差不了多少 但是呢,那个,所以我就觉得说八百,你要么就直接上八百,要么就直接两百 六百和一千,一千现在再来讲 这一只是我的,其实八百不应该拿来跟那个万宝龙的一四九笔 应该拿来跟一四六笔 因为主要是看到这个地方也是一样 嗯,笔握的是一个初心,你们看,差不多 那所以说其实应该拿八百跟一四六笔 然后不应该一四九,一四九我来拿一下 看一看,一四九的话跟八百笔的话就会差很多了,现在 那你看他非常粗嘛 但是呢,一千的第一个不太好出手 另外一个,他这个,他这个笔尖吗 你能看一下就是 这是一四九笔尖,这是那个八百的,让人看到一千的笔尖比这个还要大 八百的笔尖我觉得是刚刚好了,不就是说不大不小 差不多,呃,一四六的笔尖的话是这样 嗯,你看到基本上就八百大一点,其实这个笔尖大小其实影响不很大 对于书写来讲,除非是说,嗯,换到那个两百,两百笔尖会小很多啊 两百笔尖,能看到吗 基本上就是两个大小,那这样子一个大小差距就会有一个书写的一个差别 好,那,而且就怎么讲,如果你要买一千的话,我建议直接上万宝龙一四九 第一个,你买了后悔好处,另外一个到那个价格,身份象征会更多一点,就是或者收藏价值 而且一千的很少那种所谓的一个纪念框,这一类的一个,就怎么讲呢 还是八百可以玩的比较多了,说白一点,那八百跟我以前有做过视频,八百跟一千可以兑换,两百四百六百的笔尖可以兑换 然后再下来的时候,我们该讲一讲那个,为什么要买这一只了,因为有看过片头的话知道我应该,我本来那一只手上应该是一只那个什么,亮丽兰,就是二零一六年的一个限定款 那一七年应该是那个文艺复兴嘛,那我最喜欢其实是一零年那一只南中南,那这一只的话是有一个原因,你看整只笔先转一下给你们看一看 是不是很毒,非常漂亮,就百利金的笔基本上算是,如果用的话我最喜欢用,其实是百利金的笔,但是那一个 呃,喜欢的话,其实我喜欢威迪文或者万宝龙的笔多一点,但是用我是喜欢用百利金,然后这一只是算是少数一只就说一只 因为它很多像二零一六年,那里兰嘛,现在不在了,已经出了,就是说这个地方,呃,能看到里面的楼纹已经笔尖就有点透,文艺复兴也是有这个问题的,我不太喜欢太透,我喜欢这样子扎实的 那这一只,你们现在近看,完全就是不会透,能看到吗,就是完全不会透 另外就是说百利金的这个跑光嘛,是这么多品牌做的最好的,我到现在还是这么觉得 笔的话,因为是现场的版本了,呃,老板的话有一种是双贴版本,就这里再贴个金属片,然后这里再贴,那这个就金属顶,那摸起来就冰冰的有点,那整总体来讲的话,质量什么的都做得非常到位,就是非常稳定,某个角度来讲 那再下来我们该讲一讲这个笔握也讲,对吧,笔握的话反正就是很顺手,800基本上我手拿的是最顺手,乐用也不错 唯独可惜的就是它没有钢筋,我个人是喜欢用钢筋多一点,签名用金箭,对 呃,那我们先看一下笔尖吧,能看到就是欧笔的这个什么,就是这个雕花吗,哇,非常漂亮,对不对 就是跟我之前那只长导员,你看这个精细度吧,完全就你,刚硬上面那些画上那雕花画上去的时候嘛,旁边没有就是跟着凹下去那个感觉,那你看欧笔就是这点好,能看到吧 那笔的话也是要旋转出来就可以了,而且百利金的笔到我到现在用了差不多三年吧,那个活塞的话,就是上了那个硅油以后飞还是很顺滑,但像我的有些万宝龙的话用就开始没那么顺滑,即使是 上了那个硅油,那另外一个很多人一个误区怎么很多人觉得百利金的品控不太好,其实这个是跟它的打磨方式有那个关系,我拿一本书那我不要懒 那能不能看到啊,这本百利金的这个就是那个,你看它是属于这一种,就是说属于那个双头打磨啊,双源头就是中间也是凹进去的,那像那个很多笔是怎么,它是中间是尖的,那像双源头这种的话 是怎么样,就是不管怎么样,就是不管怎么样,我就是即使上去有很微很微小的,很浅很微小,就是不管我即使有上去很微小,这样子错位或什么的,它出没还是会非常顺 但是缺点是什么,就是它不好触风,因为它这种通常属于这种水滴性打磨,就是一定是一个圆的,那像那个 呃,这种夹的,就是现在日比基本上这样嘛,中间一扯一下,然后再把这两个给夹回去嘛 这种的话,只要你像这种这样子上下错位的,那基本上就会挂着,稍微错一点就很挂着,基本上这个情况 那像圆头的话,某个角度来讲,就是说它很难就是说出很细,而且笔画变化了,但是它这个怎么讲 你笔尖刷的品控非白等等问题会非常少,就各有利弊 如果说你是说喜欢后面的这种,那这种的话,其实品控是更难,就是说更容易出问题 就是,这是主要是这一,呃,从中缝来讲,这两种,呃,就单纯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就是笔尖的一个差别 那你说刀锋挡磨,水滴性挡磨,那个时候,在后面的是,主要是讲这个中缝,那百利金的话就是属于这种 所以它笔画有很难有变化,而且你像这里的话,它的水,墨水是这样子下来嘛 那中间两边它是往内,往内这样子凹进去的,那墨水的话会比较多 那所以说,我这次百利金的话,为什么买Fgen是这个原因 另外,我以前405那只就是EFgen,其实你们看到非常粗 那所以后来百利金的话,EF跟F不要太在意,标着玩,跟奥罗娜那种一样 那你看到现在是一个Fgen,那你们看一下上面的这个头,我主要在下面看完那本书,然后再讲这个头会比较好一点 就是不是很清楚了,我尽量给你们放清楚一点 本力也是挺大的,但这个打磨反正就也挺舒服的 种起来也是偏硬化,但我个人觉得它是适合写英文比中文多 这肯定的,但是不不太影响你书写,对 好,那大概就这样子,记得不要这么拔 那还是一样,那个这次已经上过墨了,那我们就没有那个怎么讲 上墨的那个过程了,我们就直接拿本子来那个书写一下 好,ok,ok,也是一样 好,那书写完了,那跟别的对比一下,这一次是Hero英雄329 还有那个永生322的上一集做的啊,那是这样子 那能看到它出磨首先偏粗,但是有怎么讲呢 嗯,DF间的话,反正不要抱很大希望说啊 它又能很怎么样,就是说能更细,不要抱了 大家希望这个真的就细一点点 前面讲过打磨方式的问题,但是它写英文真的 非常顺,反正就是我觉得真的是,呃 你看就是,就是感觉就是它写英文非常顺手 然后那你们听一下那个滑的声音啊 就能听得到就是说,它不是杀的那种声音 就是说本身笔尖的话,硬滑为主,然后这 但是笔尖你看它本身我这里这一笔这边是轻的 这边是我下中笔的,能看得到是不是 没什么差别,因为对它这个尖真的真的偏硬 然后呢就是书写感受,反正也是很一流的 因为这么多笔的书写感受 我最喜欢还是白利金这点是实话 就笔来讲还是那句,我喜欢白利金 但是品牌还有那个笔身就是它的品牌风格 或者它品牌的地位或者钢笔本身的一个地位 我喜欢是威迪文和汪宝龙比较多一点 那当时我用还是用白利金比较多个人来讲 那出没来讲你看,呃出息来讲,它出息是很难有变化 所以说,呃什么,就是它出没也是非常的稳定 另外那个的话就是能看到跟0.5差别非常大 那如果因为正常如果你写英文的话 其实不会到这么紧密 就是在一个字里或者一个字 其实写英文来讲M间都没问题 主要是写中文很多人 那写中文的话那必须再写那个细节嘛 我觉得主要的一个误区在这里 然后那大概就这样子 书写反正就真的也是挺那个怎么讲 呃手感手感还有那个书写感受反馈也是非常不错 啊刚好现在有点阳光可以给你们看一下啊 跟刚刚有什么不一样 呃对那整支笔基本上就是这样子 另外那个海洋漩涡的话 如果是不同灯光嘛 以及那个什么就是那个 呃阳光打下来的时候那个效果完全是不一样 如果你是一直拿强光打的话 你们现在看到应该是这里这种亮亮的吗 如果是一直拿强光打 呃基本上不会像这里黑黑的 它其实其实我现在眼睛看的话 这块部分还是有点 呃微调化就是像这样子 只是没那么亮 那就是镜头上面跟这个实体差别非常的大 这这阵的时候 另外一个还有一个比较可惜地方 你看应该正常应该是这样子嘛 你看呃流 但是呢我我留警的时候它其实是这样的 反正这个影响不是很大 我不知道有些人他说他能完整整个都是这种所谓的就是海洋漩涡的面积嘛 呃然后这个通常统称叫那个石油面积嘛 那有些人说能整个都是这个是贫困问题 我还我只哪一只我就不知道了 如果有十字呢可能可以这样子慢慢选对 好那这支笔评测就到这有什么问题 麻烦留言一下给我或者那个帮我指点一下 好谢谢大家拜拜